那年 那英看着孤身一人的杨坤 特别着急 就张罗地给他介绍对象 结果 却被孙楠吐槽不靠谱 这让那英特别不服气 1972年 杨坤出生在内蒙古 因家庭条件不好 所以高中毕业之后 他就辍学去了一个工厂 当起了电工 但这样枯燥的日子 让杨坤觉得特别没意思 于是 他买了一张去北京的车票 开始了北漂的生活 为了维持生计 他在酒吧住场 在这里 他遇到了白雪 因两人都是内蒙人 他相遇故知 一下让两人产生了 爱情的火荒 一来二去 他俩就谈起了恋爱 但在一起之后 两人却因为三观不合 总是吵架 最后 这段感情 仅仅维持了三年就结束了 他俩分手那天 白雪给杨坤做了最后一顿饭 然后把自己最贵重的香脸 留给他之后便离开了 他俩分开之后 杨坤得到了 一家唱片公司的赏识 凭借着无所谓这首歌 从此开始大火 也许是造化弄人 这首歌正是他俩分手之后 杨坤才写出的歌 成名之后 杨坤多年没有再谈感情 后来 在大S和汪小飞的婚礼上 那应见杨坤一个人 孤孤单单的 就特别热情的帮他介绍对象 这时却遭到了孙楠的打趣 算了吧 你介绍的没一个靠谱的 那应听后 立刻回对 你知道个啥 我这次给他介绍的 可是歌谈天后级别 人家长得好看 身材也不错 没想到 那应嘴里的这个人 正是张会妹 但两人见面时 杨坤却因为害羞 一直喝酒 结果还没怎么说话 他便醉了过去 事后 张会妹觉得他无趣 这事也就没有了下文 这么多年 杨坤虽然有绯闻传出来 但他却没有承认过 相必 他和杨雪的那段恋情 让他用情质深套